2月23日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 以141票赞成 7票反对 32票弃权 压倒性的通过一项决议案 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 中国第四度在联合国大会上投了弃权票 该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重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 停止敌对行动 以及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 决议案也强调要进行公平独立的调查和 起诉追究战争责任 这场战争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乌克兰军队10万人战亡或受伤 1800万人流离失所 截止2023年2月15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 乌克兰平民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5万2023人 而俄罗斯方面根据英国国防部的估计 俄罗斯武装部队和准军事部队已有4万到6万士兵阵亡 伤亡人数高达20万 目前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领土 能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2月24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日子 在这一天 中国外交部发布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声明 中国的这项声明 涉及主权停火、和谈、重建等多项内容 声明除了提出一些原则外 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 声明没有对俄罗斯做出任何谴责 而是强调俄罗斯的安全要得到关注 声明没有提到俄罗斯撤军 为提战争赔款和惩罚战犯 也未提到如何确保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 一、如何评价中国的方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中国的和平计划中 一些想法表示欢迎 尤其是其中提及的遵守国际法 尊重领土完整的说法 另外泽连斯基的一位高级顾问 周五对外表示 任何和平计划都应该包括 让俄罗斯撤回到1991年 乌克兰独立后的国际线以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 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乌克兰的专门会议上 不点明地批评了中国的立场 他说安理会的成员不应调入虚假的辞照中 去呼吁双方都挺战或是以和平的名义 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去支持乌克兰 这个理事会的成员不应一方面支持和平 一方面又去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而且还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名义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本周五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方案时说 我的反应是战争根据中国方案的第一点就可以停止 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 乌克兰没有攻击俄罗斯 北约没有攻击俄罗斯 美国没有攻击俄罗斯 这是普京选择的一场战争 他说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 并撤回军队战争 明天就会结束 北约和欧盟对中国12点声明反应谨慎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访问爱沙利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进行这种调节努力 没有多少可信度 因为迄今为止 他没有谴责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 而且就在俄罗斯入侵几天前 中国还与俄罗斯签署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亨也强调说 通过与俄罗斯签订友好条约 中国已经选边站 中国的这个建议将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审视 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在中方发表立场之前预告 不要对中国抱有任何幻想 美国普林斯顿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 罗兹万指出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计划 他细节很少 非常模糊 我认为他的目标是将俄罗斯从这场入侵中拯救出来 给俄罗斯一条出路 中国可能预见不到俄罗斯的成功 但他们也不希望俄罗斯失败 因此他们希望达成某种停火协议 让俄罗斯坚守其领土 让普京看起来并不像个失败者 这样的结果将会增加中国的影响力 并为中国希望在亚洲发生的事情 树立良好的先例 但文件的第八条还是引起了外界的兴趣 第八条声称要减少战略风险 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 而且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 研发使用生化武器 二 为什么没人相信中国方案 中国立场文件一出来 就受到各方的质疑 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中立 二月二十二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与普京会晤时表示 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的考虑 成熟坚论 稳如泰山 俄罗斯总理则称 俄中关系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中国与土耳其和一些苏联前加盟共和国 都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可供民用和军用的产品 包括原材料 自能手机 车辆和计算机 新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警告 中国可能正在准备这样做 并在必要时将证据公布出来 德国明镜报道 俄罗斯急需类似于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 通过中国 他已经订购了100家 三 中国付出的代价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有分析认为 俄乌战争对美国可以说是另一个911事件 会让美国精力分散 无法再关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 但一年过去了 乌克兰战争 非但没有让美国精力分散 在给予乌克兰大量军事援助之外 美国还利用乌克兰战争 以及中俄关系成功的加强了 与亚洲以及欧洲的盟友关系 普林斯顿大学罗兹曼教授说 俄乌战争让美国意识到建立广泛联盟的必要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美国没有分心 而是看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联盟 美国要求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伙伴在面对俄罗斯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 同时也让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采取更多的措施 应对中国潜在的脆弱性 这让中国的促进 在亚洲更加的艰难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给中国带来的另外一个巨大的代价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极大的关注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明星说 在战争爆发之前 很少有人认为 中国有可能对台湾发动无端的攻击 但普京的入侵行径令人担心 同样的灾难也可能降临在台湾 这种焦虑有多少现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随之而来 对台湾命运关注极大的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西方人对台湾的支持提高了台湾的国际知名度和地位 而这一点是中国一直努力希望阻止的 更糟糕的是台海战争的前景 激发了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支持台湾的努力 2022年2月4日中俄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陪明星教授说 这个当时被视为习近平外交大手笔 现在看来越来越像是一场失败的赌注 是习近平为何打错算盘 我认为习近平的考量如下 一是为自己轻而寻找合法性 习近平提出和平方案 既是对内也是对外 说对内把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 觉醒反对俄罗斯 勤烈的呼声 此起彼伏 他需要给予回应 再加上三月初 两会在召开 这个和平协议啊 需要写进去 表明他一直在为和平而努力 而并非一味支持俄罗斯 要堵住那些反对他 势利人的嘴 另一方面呢 也是习近平的一种宣传手段 北京在受到美国一系列打压后 试图在欧洲找到一个缓冲地带 在北京的眼里 欧盟一直是无法统一行动的 效率不高的组织 而且美国对中国禁止技术部分在欧洲 依然可以得到 况且欧洲部分民众中确实有一些反美情绪 所以北京正好可以利用起来 还有 欧洲人似乎更容易接受对中国那套和平的说辞 于是乎王毅便在目的黑的大会上 大骂美国 把中国办成战争的中立派 二是为支持俄罗斯建一个幌子 两会后啊 习近平将会加大援助俄罗斯 但他在春季出访总得有个理由吧 现在全世界都在反对俄罗斯的侵略 中国贸然跟俄罗斯秀友谊 是否会成为众食之地呢 所以他需要一个和平协议 为他遮丑遮阴 和平的协议总是是一个说法 应该不会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 这样呢 他便顺理成章的到达了俄罗斯 跟他的知心朋友啊 可以拥抱在一起 习近平是不愿意看到一个战败的俄罗斯 更不愿看到因战败而分裂的俄罗斯 普京的命运 其实与他的命运已经深深的连在了一起 也就是普京的覆灭 也就是他未来的前景 北京的立场 关注 如其说是乌克兰问题 还不如说是台湾问题 以及如何为自己不受外界干扰 处理台湾问题 布露 所以习近平一方面 主张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都应该得到切实的保障 但另一方面 习近平也不愿意得罪普京说 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就是乌克兰的 应该无条件的放还 如此这样说 他跟普京这个知心朋友 也只有分道扬镳了 中上中国提出的12点俄乌和平方案 没有公信力 不可能被乌克兰和国际社会接受 但习近平的想法是 接不接受在你 提不提在我 如同新冠疫情解封 无论中国老百姓心里有多么痛 他硬说自己创造了人类奇迹 俄乌双方决战在即 随着俄罗斯的失败 习近平总会倒向俄罗斯 将中国脱路万劫不复的 深渊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